各位死亡善知识 风水学的奥秘 千变万化 风水学的智慧 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风水学的利与害 寥寥昏明 所以风水就是天理 想见我们一位老信徒 他也不信风水 但是相信易经 有一天来到学博士 我说你沾一个卦看看 你家里的风水 那好吧 我可以浮一个卦给你参考 我好 你不信风水 现在就浮你家里的风水 结果他卦一沾出来 就是前面 适应应咬动 应咬动 就是有障碍 我说你家里有障碍 门前有障碍 门前的障碍 对你的家的孩子 智慧影响很大 孩子是很乖 但是走不出去 就是他的家 他家还算很大 门开在龙边队 但是他前面这里 都排石头 排很多石头 排石头是很漂亮 上面种的都是藤 钩钩钩铁藤 葛藤之类的 大业的葛藤 虽然你们从这里去龙边队 但是你这里葛藤塞住了 石头 一个都很大的石头 而且这里有腹部 腹部有水深 我说你这个 你的老婆 身体一定不好 而且在昏慌 是肠子 胃肠 是老婆 你的老婆 因为 气孩子 环老孩子 气的都吃不下 也因为你的文权 我也想下面的石头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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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银中钉 石头 石 就是物极 所成 阳图和阴图合起来 为物极 为物极 为死啊 你皇子 要作别 向南是谁 那的话 你要让你孩子走得出去 第一就葛藤 要把他全部清除 石头 把他拿掉 你的孩子 就可以走出去 这就是风水 就是疫经 那这些信徒 哈哈大笑 原来风水在我家 我不相信 现在我的孩子走不出去 三个都走不出去 弄着老婆 每天 订阅的 所以我们 了解到环境 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然后再帮助他人 这即是道 即是风水 即是 一经 新法 妙南文 百千万劫 今从前 我今请喜 朱妙华 愿赐功德 接回向 祝福各位